正是宝洁阿姨这随口抱怨的一句话 顿时让刑警队长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按照常理 绝不可能有人会在解剖室里吃带骨头的东西 果然一带人体骨骼赫然出现在解剖室的角落 骨骼没有经过福尔玛林浸泡 显然并不是实验用的教局 随后卫队立即让人对学校进行封锁 防止凶手趁机外逃 这天教室 谁最后 薛家健 我们学解剖课的老师 而此时不知情的薛老师正在水房清洗着抹布 试图搓洗掉抹布上的血迹 正巧这是一位女老师走近 吓得她赶紧用衬衫盖在了水盆上 而女老师的一句话瞬间让她慌张了起来 薛老师 你知不知道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事了 哎呦 我感觉这事还不小呢 外面来了好多警察 今天老张一早就去科里了 听到学校里来了警察 薛老师迅速地跑回了宿舍 立马用消毒液把宿舍的每个角落都脱了一遍 而此时的警方已经将学校的出口封锁 开始对学校里的各个位置进行全面布控 与此同时薛老师也开始销毁证据 他将一包未来的基础里的尸块从后窗丢到楼下 接着戴好帽子和围巾演示身份 当看到并没有人发现后 他立马跑下了楼 将刚才的那包尸块扔到了下水井中 随后若无其事地假装从教室走出 殊不知此时的魏国平正好来楼内找他 随着同学叫了一声薛老师 魏国平立马下意识地抬头查看 被发现的薛老师见状拔腿就跑 他通过对学校路线的熟悉 很快便将位队甩开 随后警方立即下令对学校展开地毯式搜索 没想到在学校的一处垃圾桶内再次发现了人体骨骼 确定是人体骨骼 带子还是新的 应该是今天跑的 恐怕其他地方也会有啊 中指桌友人 一会儿排查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 所有的计较干了 好 等到了晚上 躲在下水道的薛老师偷偷摸摸地钻了出来 试图翻过学校的围墙从而逃脱 结果没想到卫国平已经等候多时 只见卫队狠狠一把将他摔落在地 接着冲上前就准备给他戴上手铐 不料薛老师却从身上拿出一个小瓶 将里面的液体直接泼到了卫队的脸上 虽然一瞬间让他变得头脑昏沉 但卫队依旧凭着超强的意志力 将薛老师成功地控制 就这样 警方苦心抓捕的碎尸狂魔终于落网 接下来就是对薛家健指纹和血液的提取 准备与巴巴肩杀案的凶手进行比对 虽然结果一时半会还出不来 但是根据警方多年的办案经验 都一致认为薛家健肯定就是凶手 而另一边警方在学校的一个下水道内 发现了一个黑包 可当打开时里面竟然不是人体骨骼 而是满满一包女性的内裤 从内裤的尺码判断 这些衣物都不属于同一个人 这时小徒弟却提出了一个更可怕的问题 薛家健收集了那么多女性内裤 而且新旧尺码又完全不同 那岂不是说他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其他受害者难道也被分尸了 现在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嫌疑人薛家健 警方也认定他就是碎尸案的真凶 但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直接证据 所以警方只能通过审讯来找到突破口 可没想到薛家健有着超强的心理素质 在这种 应该是人 准确的说是独公 看得挺仔细挺清楚 一下也能看出来是吧 薛家健清晰的思维逻辑也让审讯工作暂时无法继续 无奈魏国平又一次找到学校负责人了解情况 果然从负责人的口中得知 薛家健在校外有一个女朋友叫梁云 每周都会来学校找她 有一次他还看到薛家健在学校的树林中打过这个女孩 自从那次梁云就再也没来找过她 当魏国平听到这些 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难道学校里发现的那些人体骨骼是梁云呢 带着一户魏国平迅速来到了梁云所在的单位 根据单位的负责人讲述 梁云已经很久没来上班了 而且就连离职手续都是薛教授过来办理的 甚至匆忙到连奖金都没来得及 意识到不对劲的卫队又找到了梁云的住处 虽然在房间内并没有发现血迹和人体组织 但入子下的一张棕櫚床垫却引起了卫队的注意 因为法医在对试快进行观察时 通过显微镜发现肉块上有明显的压痕 而且每一块上面都有 这也就说明凶手在将肉块蒸煮过后 又将这些肉块放在了棕灯床上进行冷却 那梁云家就很可能是凶手碎尸的第一现场 于是卫队立刻叫技术部门前来调查 而另一边 宋处长正在对学校的保安进行问话 经过保安的回响 他们在24号的晚上巡逻时 在学校的附近捡到了一个女包 而且包是被扣在一把雨伞的下面 因为当时天还在下坠 所以两人便将包捡了回来 当宋处长将包打开查看时 却在里面发现了一张结婚请帖 而且请帖的婚礼日期刚好就是今天 随后警员顾开言顺着情帖的地址 找到了当天准备结婚的新娘 当顾开言拿出那个女包的时候 让原本高兴的新娘瞬间脸色大变 婚礼结束后 顾开言向新娘亮明了自己的警察身份 新娘也明白了警察来找自己的目的 于是她强忍着泪水说出了当晚的事情 新娘在商场看中了一双红色高跟鞋 不料却在回家的路上遭到了变态的尾随 意识到被跟踪的女人立马加快了脚步 接着急忙招手拦下了一辆路过的出租车 女人还天真的以为变态会就此罢手 没想到下一秒悲剧就发生了 因为马上就要结婚 所以她并没有选择报警 随后顾开言拿出了一张凶手的照片 让新娘电影 可由于当时凶手蒙着脸 所以她并不敢确认 可当新娘接过照片 用手将照片上的人脸挡住时 那双冰冷恐怖的眼睛 顿时让她回想起当晚被侵害的画面 而照片上的凶手正是已经被逮捕的薛家健 回到警局后 顾开言再次对薛家健进行了提审 而薛家健依旧是一副无所屌味的样子 只见顾开言拿出一张人体骨骼的照片 直言这起杀人碎尸案就和薛家健有关 眼看薛家健摇头不承认 顾开言立马谎称 有人在24号晚上看到她在垃圾场抛尸 面对顾开言的质问和猜疑 薛家健也彻底的绷不住 直接承认了那个时间段她去了评良巷 而且在那里她伤害了一个女人 而这也是顾开言想得到的答案 然而她还是低估了薛家健这个斯文败类 明明受害者已经说出了当晚被侵犯的经过 结果在薛家健这里只是普通的违宪 可碍于女人怕婆家知道不愿报案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警方根本定不了她的嘴 而魏队这边也在梁云家中的床垫上 发现了一枚指纹 如果这枚指纹能和薛家健相吻合 那她杀害女友碎尸的嫌疑就摆脱不了了 可没想到当鉴定结果出来的那一刻 让所有人瞬间大失所望 梁云家床垫上的指纹并不是薛家健的 这也让整个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 内心沮丧的魏国平决定洗把脸清醒一下 这时洗手池一块脱落的水泥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突然回想起法医在清点尸块时 同样在里面发现了一块类似的水泥块 看到这一幕的魏国平瞬间明白了过来 于是她迅速地冲到梁云的家中 找到了那个用水泥垒的下水池 就在她仔细地观察时 一阵熟悉的眩晕感再次袭来 接着冲进来两名警察立马将她控制 等到误会解除后 魏国平无力地蹲坐在地上 薛家健的案子 已经让她彻底的心里憔悴 不甘心地魏国平再次来到审讯室 她就想知道薛家健到底和八八案有没有关联 你认识我吗 我以前不认识我现在认识 什么叫以前 我以前没见过你啊 你没见过吗 1988年你在干什么 没对 1988年3月17号晚上你在干什么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找活动 1988年的3月17号电机厂院里的废料堆 你见没见过 1988年3月17号 我在问话呢 此时的魏国平越问越激动 完全打乱了审讯的节奏 这也让审讯不得不立马终止 而魏国平也被踢出了审讯的队伍 就当所有人还在对薛家健怀疑的时候 失踪的梁云本人竟然回来了 原来自从和薛家健分手后 伤心的梁云便去了外地游玩 虽然薛家健遂失案的嫌疑被排除 但他的性侵案还需要继续审理 而法医经过对于爱情哥哥的低内对比 确认了这具被分尸的遗体就是于爱情本人 随后卫队让人通知抛尸地附近的派出所 对辖区内的所有居民进行指纹采集 而此时的一家饭店内 一个男人正在案板上剁着骨头 这时两名警察突然走了进来 你是这儿的老板交往上吧 是是是 听到要采集指纹 男人先是愣了下神 接着以手上有油为借口 提出先去卫生间洗个手 老板 你还挺关心咱们宁江新闻吧 好 这就就开着听个响 男人说着就赶紧把电视关了 可就当警察准备对他采集指纹时 男人需要采指纹的那根手指正巧受了伤 你这手怎么了 前两天给割伤了 能取下了吗 能啊 眼看对方伤口还在渗血 警察也只好让他先采集其他手指的指纹 等手指的伤口好了 主动去派出所再采集一次 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大案子 这就是正常公共 是是是 不该打定别吓打 采集完事后 两名警察也迅速地离开了饭店 看到警察走后 男人突然变得有点坐立不安 只见他立马拿起遥控器 打开了正在播出的本地新闻 当听到对方提到八年前的雨夜 让男人瞬间慌了神 他赶忙将对方拉到一旁 质问他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可对方似乎是有备而来 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不停地夸赞他比八年前帅多了 男人再次急切地质问 他是怎么认出自己的 你不是出车祸上电视了吗 我就挨个气球场上寻了一遍 只是能找见你 说明咱俩有缘分 原来就在一天前 饭店老板蒋广山在电视上 看到一则新闻 一个男人因为闯红灯 导致道路发生了车祸 记者立马上前进行了强制采访 即便男人遮挡面部避免上镜 但还是被蒋广山认出了他的长相 于是他立马关了饭店的门 在事故发生地附近的修理厂 找到了男人 接着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蒋广山看到男人现在混得风生水起 仗着自己手里有他致命的把柄 于是便以最近手头 紧向男人张口借钱 男人也看出对方是想利用 八年前的那件事来威胁自己 可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男人只好拿出钱包 抽出了几张百元大抄地给了他 谁找 保证就这一回 虽然男人很不爽 但还是把包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他 见男人还是一副不知足的表情 男人也彻底的被激怒了 我跟你说 这要够 这门是怎么都欠着了 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 你要看到你的话 我保证让你死得很人看 可让男人没想到的是 正是他的这一个看不起人的行为 最后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而警方这边也通过对薛家健的审问得知 他在学校附近总共侵犯过四个女孩 可奇怪的是 竟然没有一个女孩选择报警 这也让薛家健变得更加的肆意妄为 警方为了能将这个王八蛋绳之以法 开始对最近被侵犯的女孩进行心理疏导 试图让他报警指证薛家健 可女孩碍于自己刚结婚 不想影响自己的生活 最终选择放弃报警 然而让警方感到难以置信的事 其中三名被侵害的女性都是同样的情况 现在唯独就剩下一个联系不上的被害女性 如果四个女孩没有人站出来指认的话 薛家健再过几天就只能被警方无罪释放 你看现在唯一没找到的 就是最早被信心那个 就这个 现在是最后一个突破 而宋处也急忙过来询问薛家健的情况 这也让顾开眼感到奇怪 既然薛家健已经排除了碎尸案的嫌疑 为什么所有人还要重视这起案件 可宋处却觉得事情没这么蹊跷 他推测抛尸者是想利用警方的手来抓薛家健 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 那这四名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就有作案动机了 意思是 虽然我不能报案 但是我可以用其他方式来报复 没错 就当顾开眼整理薛家健收藏的女性那一照片时 宋处见状立马随口说道 我怎么看 我一个样 我看这也干 也正是送出的这一句话 没想到直接点醒了顾开眼 等到了晚上 一个身穿黑色羽衣的男人出现在了饭店的门口 而在他的手里还提着一个黑包 只见他缓缓地走进饭店 接着摘下了头顶的帽子 当饭店老板看到男人的脸后 不由地感到内心一阵 接着脸上露出了一抹邪魅的微笑 他本是女学生心目中的男神老师 却成了侵犯多名女性的变态阴魔 可由于受害者怕影响家庭都不选择报警 这也让薛家健在审讯时嚣张至极 可女警固开言却通过内衣专卖店的销售记录 成功找到了第一个被薛家健侵犯的女性 在警方的不断劝导之下 受害者陈海平决定对薛家健出面指争 而等待她的将会是法律的制裁 虽然薛家健的性侵案已经告破 但另一期女大学生遂施案还需要重新梳理 而一个叫胡锋的男人却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据受害者陈海平讲述 胡锋在她工作期间曾追求过她 而薛家健侵犯她的这件事胡锋也知道 最关键的是被碎尸的女大学生于爱卿喜欢这个胡锋 警方由此也有了新的推断 于爱卿喜欢这个胡锋 胡锋喜欢这个陈海平 胡锋知道陈海平受了薛家健的欺负 最后为了报薛家健 薛家健杀了这个于爱卿 而更让警方对胡锋产生怀疑的是 胡锋是本市著名的动植物标本家 不但会自己动手制作 而且还有过贩卖活体标本的前科 现在不论是作案场地和作案动机胡锋都基本剧本 为了能引胡锋主动上钩 警方决定给她布一个大举 随后女警顾开言假扮秘书找到了正在写生的胡锋 接着以购买活体标本为由找胡锋搭讪 本公司开业 老板想在办公室放一只鹰 红成万里吗 听说你手里有货 你说那是国家机保护动物 我手里可没有 眼看胡锋根本不想搭理她这茬 顾开言直接拿出一打钞票递给了她 听说你手里有好几只大飞禽 特意慕名而来的 我们老板说了 风险越大 收益越大 此刻的胡锋也是一场警惕 果断地扔下钞票转身离去 可就在顾开言以为任务失败的时候 已经走了的胡锋又一次地反了回来 直言想去顾开言的公司看看 显然胡锋是对这起买卖很感兴趣 但她还需要彻底解除对这个公司的猜疑 殊不知她这条鱼已经上了钩 很快顾开言便带着胡锋来到警方事先安排好的公司 此时这里的所有员工都是警察所扮演 而扮演公司老板的正式宋楚 本以为一切都准备得天衣无缝 但没想到还是被谨慎的胡锋看出了一场 听到这话 宋楚赶紧解释最近流行在高尔夫球场谈生意 所以她为了能学会特意请了个教练 没想到练得多了手就起了脑茧 可即使宋楚已经强行解释 但胡锋依旧对活体标准的是只字不提 而是和宋楚讲起了关于生与死的艺术 还没等胡锋说完 宋楚的鸡皮疙瘩都已经掉了一地 立马表示自己对她的作品越来越感兴趣 直言要去艺术现场去观摩一趟 这话也瞬间引起了胡锋的怀疑 你公司叫什么 国品 寓意了是国台品牌 太太批评 外面那牌子明明写的是海芳公司 公司不是女的 眼看公司假冒这事就要露线 宋楚再次开始强行原厂 只见她立马将公司的员工都叫到办公室 接着对着每个人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质问秘书公司都要马上开业 为什么之前公司的牌匾还在外面挂着 而身为秘书的顾开业 也是赶紧以广告公司订单过多 唯有解释了一番 等所有人离开后 宋楚又将胡锋安顿在了座位上 听到这话 宋楚虽然心里顿时一肚子过 但为了让胡锋交易她也只能笑着表示赞同 果然放下戒心的胡锋决定交易 并承诺送出三天之内等她消息 很快便到了晚上 胡锋手里拿着一个带血的麻袋走出了家门 接着迅速骑上了她的跨斗摩托车 准备去她的标本实验室进行制作 在确定并没有被人发现后 只见她迅速地走进了厂房内 殊不知警方早已对她进行了跟踪 所有人拿着枪阵缓缓地向厂房内靠近 就在魏国平几人小心翼翼地寻找胡锋所在的位置时 胡锋竟然自己打开了音响 而且将声音开到了最大 一阵狂躁的摇滚音乐响彻了整个厂房 几人立即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 而此时的胡锋也伴随着音乐开始了她的创作 只见她缓缓地打开了用来制作标本的工具包 接着将里面的刀具按照顺序整齐地排开 仿佛要进行一场艺术的表演 就在她准备对桌子上的活音进行解剖时 魏国平几人正巧及时赶到 接着趁胡锋不注意将枪口对准了她 一旁的警员见状立刻一拥而上 瞬间将准备动刀的胡锋控制住 当音乐被关停的那一刻 已经疯狂的胡锋也冷静了下来 随后技术人员开始对实验室进行搜查 这时小徒弟指了指地上的血迹 表示凶手肯定是在分完尸体之后 用水进行了冲洗 而这些血水就可以直接流到地下 可谓国平却认为 现在还不能确定凶手就是胡锋 因为这起碎尸案中最关键的线索 是一张用来冷却肉块的邪文宗电 很快警方便对嫌疑人胡锋进行了提审 这个人认识吗 为什么要认识她呀 看着被害人于爱卿的照片 胡锋却一口咬定自己不认识 这时顾开言却提到了陈海平 认识 我妈的同事 你是不是追求过她 是 我承认我曾一度对她产生过兴趣 随后宋处又拿出一张薛家健的照片 问她认不认识 没想到胡锋看到照片后并没有说话 而是把薛家健的照片直接吹到了地上 你知道她对陈海平做了什么吗 你知道吗 陈海平告诉我们 她被这个人侮辱了 那个女人她自己不经历 让别的男人有可乘之机 难道这后果应该我承担吗 你喜欢的女人被人侮辱了 你不但没有保护她安慰她 你反而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躲起来 你就是个诺 为了能让胡锋坦白 顾开言试图用言语去刺激她 直言她只配在废墟里摆弄那些让人恶心的艺术 显然顾开言的话起到了作用 听到有人侮辱自己的艺术 胡锋开始变得暴躁不安 不可以侮辱我的艺术 还有你们说那个彭城万里 你们知道吗 那是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们用生命用死亡来创造的 死亡才是最高的艺术 闭亏 眼看胡锋是越说越激动 宋处也知道再这样下去也问不出什么 只好让人先将胡锋带出审讯室 而正是胡锋的这些行为 也让顾开言断定他肯定有问题 可结果再次让警方出乎了意料 在胡锋的标本实验室内发现了血迹 经过化验证实并不属于人类的血液 而且胡锋的指纹结果也显示和凶手的完全不符 这也让这起碎尸案再次陷入了僵局 然而卫队的话音刚落 警局的电话就突然响了起来 事情人队 电机场着火 魏国平立马带人赶到现场 这场大火不仅导致几十家住户受损严重 而且还造成了两人的死亡 局长立即名为队把起火的原因查明 给老百姓们一个交代 肯定是有人故意放火 不可能是意外 此时周围的住户都纷纷表示是人为纵 而且肯定就是黑老大聂宝华干的 由于警方还没有查明起火的具体原因 所以现在根本不敢妄下结论 只能先暂时安抚这些受损的住 就在这时 聂小宇却出现在了人群中 当众人们看到是聂宝华的妹妹后 都纷纷向聂小宇发起了攻击 魏国平见状也是立马带人冲进去将聂小宇救出 接着死死地护住了车门 而另一边聂宝华也收到了消息 由于事发突然 就连赵公子也怀疑这事就是聂宝华干的 直言聂总真是出了名的敢打敢干 因为被烧死的其中一人就是场子里带头抗议的高秀莲 加上这个高秀莲之前被聂宝华的小弟虎子倒架过 所以聂宝华派人纵火一事肯定是板上钉钉 看着聂宝华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赵公子却劝他不要慌 警方只要拿不到证据 到时候随便找两个顶包的小喽啰就能摆 可聂宝华却觉得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他怀疑有人在故意陷害他 而这个人肯定就是他身边的人 很快警方这边的鉴定报告也已经出来 可以肯定的是电机场的突然失火并不是意外 而是有人故意实施纵火 由此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尤其在前湖区一片 黑恶势力盘根错节独霸一方 他们七行霸是持枪凌弱 当地的百姓甚至不敢直呼其名 都纷纷称黑老大为主任 所以上级决定此次的纵火案先从这些人开始调查 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纵火的真凶和他背后的主谋 很快警方便展开了行动 对市区内大大小小的黑恶势力展开抓捕 其中处理了一大批涉嫌非法经营场所 贩毒卖淫等几十余名犯罪分子 在调查纵火案的前提下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而警方现在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聂宝华 这也直接导致了卫队和宋处之间的内论 恋爱脑的女人到底有多苦 刑警队长本来是想找他了解一起案件的情况 没想到却被聂小语当成了和卫队的约会现场 看着聂小语含情默默的眼神 卫队本想说点什么 却被一旁的吸流声给打断 看到聂小语这样 卫队赶紧用表情示意他要注意场合 意识到这一点的聂小语也立马站起身 接着一本正经的自我介绍了起来 原来卫队找聂小语就是想让他帮一个忙 那就是在美高美夜总会帮他查一下关于纵火案的消息 他猜测不论谁是幕后主使 但干活的肯定都是手下的小混混 而小混混都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喝完酒之后在女人的面前爱醒来 而美高美里面的姑娘又多 肯定会有说漏嘴的 想到男神也有求自己帮忙的时候 聂小语也是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临走还承诺等他的好消息 果然黑道的消息就是比白道的快 聂小语很快就查到了有关纵火案的线索 他表示道上有个叫黄毛的小混混 自从纵火案发生那天起就没再露过面 而他的女朋友辛迪就在美高美夜总会上班 有人发现他最近买了很多烫伤膏和消炎药 所以这起纵火案很有可能和黄毛有关 二哥看到两人还在警局里秀恩爱 赶紧表示既然有了这条重要线索 现在是不是应该去附近的药店查查这事 听到这话 卫队赶紧顺着坡就往下爬 立马命令三队跟着他去查找有谁购买过烫伤膏 而一旁的宋处看到三队这么快就有了线索 身为处长的他也多少有点坐不住 于是便上前询问聂小语还有没有其他线索 可聂小语似乎并不想买宋处的账 直言真有本事就自己去查 他是宁江市最大黑势力团伙的老大 却被跟随自己多年的小弟返了水 赵刚为了能彻底地将聂宝华扳倒 不仅先是和大嫂暗中勾结不清不楚 接着又将聂宝华准备收购的电机厂一把火点招 为了就是想让警方将怀疑的目光放在聂宝华身上 趁着聂宝华手忙脚乱的时候 他又找到了和聂宝华合作的赵公子 而赵公子是个聪明的生意人 他很清楚赵刚找到自己的目的 但只要能给他带来优势和利益 和谁合作他都无所谓 赵刚直言他比聂宝华强的地方就是他为人够狠 聂宝华想在下水道里捞金子还怕脏了自己的手 而他赵刚却不怕 随后他承诺赵公子三天之内肯定会让电机厂的人 乖乖地在改制合同上签字 而此时聂宝华这边也查到了放火的人 随后刀哥表示现在警方也正在找这个黄毛 他认为黄毛这种小角色只要钱给的够 即便被抓也能全部扛下来 所以肯定牵扯不到赵刚 这回也轮到咱给他扇扇风了 听到这话 聂宝华也知道了刀哥的意思 于是嘱咐他到时候办事麻利点 千万别被警方查到任何线索 既然赵刚敢和他玩鹰的 那就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狠 等到了晚上 女人拿着一包吃的来到一处小屋 殊不知此时的他已经被人跟踪 来到门口后女人赶紧敲了敲门 而开门的人正是警方一直在找的黄毛 警惕的黄毛不放心地开始四处查看 果然一个黑影突然出现在女人身后 意识到危险的黄毛立马把腿就跑 而身后的黑衣人也是紧追不舍 很快便追到了一个死胡同 而黄毛却消失不见 只见黑衣人拿着刀开始在废墟中寻找 此时躲在里面的黄毛被吓得浑身颤抖 听到黑衣人的话 黄毛也知道了这肯定是赵刚来灭自己的口 只见他随手捡起地上的酒瓶 为了活命他决定和黑衣人拼了 就在黑衣人准备拿开竹筐的时候 黄毛立马冲了出去 对着黑衣人脑袋就是狠狠的一酒瓶 接着用碎玻璃对着他的胸口就是一顿弄刺 反应过来的黑衣人反手就是一刀 眼看黑衣人已经被自己刺倒在地 黄毛立马站起身就准备开溜 而警方也正巧这时赶到 随后等警方赶到事发现场时 却只在地上发现了一滩血迹 而另一边病床上的人正在进行抢救 此时的聂宝华也是一脸愁容 原来刚刚追杀黄毛的正是刀割 聂宝华并没有理会赵公主 而是满脸愧疚地看着生命垂危的刀割 显然他并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随着抢救遗弃的突然停止 病床上的刀割再也没有了呼吸 而聂宝华果然是个狠人 为了不让警方查到自己头上 他让人将刀割的尸体拉到一处光眼 接着又在尸体上挡上铁块 此刻的女人不断哀求着让面前的男人放过自己 显然男人已经对她彻底的失了望 丝毫听不尽她的任何解释 原来女人本是大哥身边的大嫂 却不知死活的和大哥的手下赵刚有了人 甚至两人被地里策划了一场火灾 目的就是想将他置于死地 得知情况的黑老大聂宝华便展开了抱负 他先是让杀手去追杀赵刚手下放火的黄毛 让黄毛误以为是赵刚想杀他灭口 从而在警方那里供出赵刚的名字 接着将背叛自己的女人抓到了湖边 即便女人还在苦苦哀求 但聂宝华并没有想饶过她 只见她将小弟叫到身边低语了几句 小弟也瞬间明白了她的意思 随后便让女人去给聂老大买盒烟去 女人还以为聂宝华放过了自己 于是立马起身就要去买烟 可刚走一半她才想到这里是荒郊野外 根本没有卖烟的地方 哪有卖烟的呀 我买 我买 我知道了 我同学我都买 而接下来等待女人的是什么 只有她自己知道 而另一边 警方也对纵火案的凶手黄毛进行了审讯 面对警方的质问 黄毛说出了一个叫何勇的人名 而这个何勇就是赵刚身边的左膀右臂 只要我干了这一票 他就让我当老大 可没想到会出这个状况 两条人命砸你手里了 你现在知道怕了 我 我 我不知道 会闹出人命 有了这个线索 魏队立马下令对何勇进行抓捕 而此时的赵刚也收到了黄毛被抓的消息 他知道黄毛扛不了多久 就会把何勇供出来 为了不牵连到自己 赵刚让何勇赶紧收拾东西离开宁江 可还没等他开始行动 小弟就急匆匆的跑了进来 一堆车把咱们这儿围了 其中一辆车上还坐着卫国瓶 来这么快 可不是 哥哥 怎么办呀 他们肯定把私人都回来了 哎呀你慌什么 他们有人咱也有人 很快魏队就带人来到了酒吧的后门 就在准备进去抓捕的时候 身后却突然放起了烟花 紧接着一群头戴鸭舌帽 身穿皮衣的人从后门跑了出来 而且每个人穿的都和何勇一模一样 魏队立马让人进行抓捕 可无奈警方的人手有限 还是让一部分人跑了出去 而跑出来的何勇也找到了负责接应的小弟 换了一身衣服后继续向巷子里跑去 随着警力的不断增援 所有身穿皮衣的混混都已经被控制住 但唯独在里面没有发现何勇的身影 随后卫队立马让人将这里的所有出入口进行封锁 对躲在巷子里的何勇展开地毯式搜索 就在何勇已经没有地方跑的时候 院子里突然出来一个女人向他招了招手 何勇本以为自己已经得救 没想到刚进门女人就用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然而等警方找到何勇的时候 他已经惨死在了巷子中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